龟兔赛跑的故事 最近老K的战绩如日中天啊 但是霸王是如何来破老K的不败今生的 霸王有他的一套方式方法 来看啊给大家剪辑几局比较有看点的比赛啊 这个比分是在2比1的时候 哇现在满血啊 而这边大猪残血了 他的秘诀是啥啊 霸王能够破 老K不败今生 啊你看啊不激进 虽然对手残血但还是不激进 哇老K反应很快 哎两个男人打架怎么又出来一个男人 你看一点都不激进的啊 回撤 战术性回撤 你磨就磨吧 龟壳薄一点又如何 哎 看到这里大家知道原因了吧啊 先来一次活捉 大猪好气啊 这个是3比3的时候啊 是龙二打这个大猪 还是抓不出来 插播一句啊 这个老K是真牛啊 越风被打了一波10比1 但是霸王竟然可以破了老K的不败精神啊 很强很强 对了小鸭也是打了一波10比1啊 但是都没有人说小鸭是代打啊 不是真人啊不是本人啊 不是本人啊 你看啊 这件又快到了 回家了 边打边撤 南通伯尔特啊 让你摔吧 无所谓啦 杀杀水啦 大猪又好气啊啊 铁链又被挣脱了 哎这把是6比6的时候啊 红丸打8神 霸王打到6比6 真的很牛皮了啊 当时都不敢相信 我去啊 这比分跟老K打的是1分1分 差距不大啊 喂 这波受神直接抓 nice啊 角落里 求生存 这波K神也是有一点点 紧张或者说有一点点急了啊 串招 摸他 喂 好危险 开始战术性回撤 哎 漂亮 骗了一下 哇 来啊 你抓啊 麻溜的啊 振脱了 来啊 这一局是最精彩的一局了啊 来到9比9啊 9比9的时候呢 老K的8神没顶住啊 这个 龙2的话直接秒了啊 喂 这波有点疼 9比9啊 看人跟路死谁手啊 哎 这一波一判成功 来 你看 时间又是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 你别看你好像现在花了将近四分钟 但是他打了才四局不到啊 可见呢 看他们打的话 哎呀回家回家啊 龟2赛跑啊 这只龟跑得挺快的啊 后面的猪也就兔子都追不上 大猪又是一怒啊 铁链又挣脱了 好 进入这个正题吧啊 这个时候老K是面临着一个反三的局面 老K的反三能力很强啊 其实帽王这边这个时候他还是不敢 太冲动啊 还是得进角落 赌到一个AB 好 闪神雾罗你看这都走了 这一次抓到之后其实 悬念还是很大的 毕竟留给老K的时间很多啊 架血 开局就讲蓝之三 可惜了 好这次蓝中了 啊 漂亮打地的时间哈 还有 吸之后下A头上头 然后抓到正死了 你看 这个时候 9比9之后来一波反三 那是有多完美啊 可是老毛生算的霸王 有那么容易赢吗 看吧 好头上头打康 来 最佳 这一下没出康啊 这要康的话都差不多要打晕大猪了 哎呀这波哎呀真快啊 这个龟啊跑得好快啊 跑得比兔子还快啊 哎这波 失去了一次能量闪现机会 能量闪啊 哎呦赢了啊 对哦 不一刀的哦 对哦 对哦